顧良大作戰 上午合體黨主席朱立倫 下午找來民眾黨立委 藍白河爭取兩黨支持者 但前一天被拆糧志工點名 公布小孩個資的人身分曝光了 民主黨議員召開記者會發現這個紀文權 不但在臉書公布拆糧志工小孩個資 甚至還在家長群組洗版 直接被據名制止 經歷被網友起底 曾經以一千七百八十票落選的議員 候選人被網友大酸 一七八零票難道是一起霸凌的意思嗎 網友留言炮轟攻擊小孩恶意霸凌 而紀文權的太太還在基隆市府工作 值等並不低 強調市府員工也有自己的政治傾向 面對公布小孩個資等不理性行為 卻沒有任何評論 市民支持霸凌行動卻成為網路箭靶 投票日前喊話要理性 但謝國良支持者的公事 讓蔡良志工不忍了報警處理 將紀文權喊送偵辦 三立新聞林俊華 許家瑜 基隆報導